关联一些个股来做紧密的一个操作结合 好 宗宣刚刚是提到了 对于整个洪家军呢 宗宣是建议投资人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啦 不过呢可以往跟中国有相关性的一些个股或族群 来做个解析来比较好一点 不过呢其实可以关心到 其实在中国的部分最近可以说是人事大地震 其实呢有不少的职位现在都是换人做做看 而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关心到在美名证券的部分呢 就认为说这周小川是续任央行的行政 这也将会有利于中国的一个经济以及金融的市场发展 而在其实在楼记委的部分现在是接任了财政部长 也认为说其实新的领导决心就是在推进整个财政的改革 而事实上呢其实有好多的人都是接任了一些新的职位 来关心到呢其实在国家发改委的部分 现在是由许少时给接任了 他们现在也是预料将会持续的来推动城镇化 以及土地改革 甚至在国土资源部部长的部分 现在也由江大明来接任 同时呢其他最主要的政策也是推城镇化 好跟中国相关的个股如果说在搭上城镇化的话 那投资人都在想哪些族群哪些个股渴望能够因此受惠呢 好其实在这次中国两会里面掀起来的这个人事的一个大地震当中 当然在这个两会过程当中创下很多经典的一个名词 包含说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整理出来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有十大热门名词里面 事实上它指出了非常多重要的一个商机 包含说在整个2013年中国大陆的GDP 还是展望在大概7.5%的一个落点 那在整个城镇化跟美丽中国这两个这个热词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都有听过 那城镇化过程里面在今天 这个大陆股市其实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板块里面上涨指数最多的 还是落点落在建材相关的一些个股 包含说像是在代码600217这个叫秦陵水泥 上涨近6%以上的一个幅度 那包含福建水泥海洛水泥都一样 股价表现都相当的一个热络 最主要是反映在中国大陆在2013年 还要在新建高达500万套以上的一个保障房 那这个保障房一盖下去 它用意就是在于说我要开始打压所谓的一个房价 那在整个新建500万套保障房的过程里面 它一定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保障房就跟台湾的国宅一样 要盖不会盖在市中心 一定盖市区的一个边边 带动到这个周边的一个这个小乡镇 想办法让人口的往外移 激起这个城镇化的这个基础建设 带动那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新建 那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说水泥类股 在中国大陆已经展开第一棒 先率先做强攻了 那其实在水泥涨价过程里面 我们会建议说像是在整个台湾的一个部分 这个1101的一个台泥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占有水泥的一个产量 非常非常的高 那在最近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在整个这个最近这个台泥的股价 经过这个比较长线上面的修正 其实在整个所谓的一个价 这个目前价格呢 这个在相对应的一个低档区的一个位置点位 已经横盘了接近快近四个月以上时间 这过程里面我们观察到说 以这个台泥来讲的话呢 在去年所赚的一个营收 其实在整个殖利率相比上面 也蛮值得投资品来做期待的 那今天我们观察到说 这个除了这个城镇化相关的一些 这个水泥类股以外 这下投资品不要忘了 钢铁的一个需求 会在今年第二季 中国大陆开始展开所谓的一个爆发期 那在这个钢铁的一个部分来讲 我们看到说在今天 这个大陆股市里面 比较强的包含保钢杀钢的一个部分 这都是针对中国大陆 营建相关的一个业者出钢筋 甚至是板钢形钢 那对台湾的一个部分来讲 中钢也是一样 有陆续出口钢品到中国大陆去 那我们观察到中钢的一个部分 在四月五月份 它有七项钢品 要总共做出全面性的调涨 每一公盾 它调涨高达802块 涨幅高达3.8% 涨幅算是近期来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那三月五号的话 它还有一个六号高达 刚点火 免产能够逼近到 两千万吨以上的一个水准 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投资票你要专注一下 以往大家认知的高值率的相关个股 很少人提起 像台泥中钢 这些相关的一些概念股 都很值得投资票